白片小厨房不负好时光 大家好,这里是白片小厨房 每逢佳节胖三斤 春节期间你胖了几斤呢? 现在新年后的最大愿望是不是 想迅速地把长上去的体重赶快减下来呢? 反反复复减肥的你是不是试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 那么今天给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效的减肥方式 所用到的食材只有生姜和苹果 非常简单的做法 让反复减肥不成功的你迅速回到90斤 需要瘦身减肥的朋友赶快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块生姜和苹果 先把生姜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盆子 盆子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苹果用水彻底打湿 然后在苹果上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用手轻轻地将苹果搓洗干净 食盐具有很强的摩擦力和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 苹果在生长和运输的过程中 表皮上会沾染到许多的杂质和不干净的东西 还有些苹果的表面被打了纳 所以在洗苹果的时候只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 用食盐反复地轻轻揉搓约两分钟左右 然后用清水将苹果表面残留的食盐冲洗干净 期间多换几次清水将苹果完全地清洗干净 也可以放在水龙头下面将苹果冲洗干净 最后一次冲洗的时候最好是用纯净水或者是温开水来清洗 这样有助于延长苹果的保质期 像这个样子就洗干净了 洗干净的苹果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之前准备好的生姜也放入到水里面 将生姜的表面打湿 把生姜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和泥土先进行软化 再用刷子刷洗掉一部分肉眼可见的脏东西 咱们在选生姜的时候最好选择老生姜 老生姜的话它比嫩生姜的效果要好 而且在买生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上面带有泥土的生姜来购买 上面带有泥土的生姜说明没有经过后期加工 吃起来更安全放心 经过刷洗后的生姜表面已经干净了不少 现在往上面也倒入一勺食盐 利用食盐的摩擦性将生姜轻轻地搓洗 生姜是一种生长在土里面的食材 一般被用来作为调味品食用 比如在煲汤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 炖肉的时候加上一点 具有增香去腥的作用 很多朋友在用生姜的时候 都是直接将生姜的外皮去掉 其实生姜的外皮是凉性的 生姜肉是热性的 如果去掉生姜皮来食用的话 特别容易引起上火 因此我们在试用生姜的时候 最好连皮一起食用 搓洗干净的生姜也用清水清洗去表面多余的盐粉和杂质 像这个样子 生姜就已经完全被清洗干净了 洗干净的生姜 如果你也是用温开水或者是纯净水洗的话 那么就不用擦去表面的水分了 如果你是用深水洗的生姜 那么就要用厨房纸 反复的擦拭掉生姜表面的深水 然后将生姜切成薄块 再改刀切成稍微细一点的生姜条 生姜含有特别丰富的姜辣素 姜辣素的作用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说明了 生姜切成条后 再把它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的生姜丁放入到干净无水无油的大碗里面 现在把之前清洗好的苹果取出来 可以用厨房纸擦拭掉表面的水分 如果用温开水或者是纯净水洗的话 就不用擦拭了 然后将苹果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三 如果你家里的苹果比较小 那么一分为二就可以 我这个苹果比较大 我就把它分成了三份 苹果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而且呢 它还是一种热量特别低的水果 每100克苹果 所含的热量仅52大卡 所以平时在减肥期间的朋友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苹果 这样不仅不会发胖 而且还有助于减肥哦 苹果皮所含的膳食纤维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们在减肥期间 或者是平时吃苹果的时候 最好是连皮一起食用 这样效果更好 现在知道为啥我们要把苹果皮 反复地清洗干净了吧 苹果分切成六份之后 现在把苹果盒去掉 因为苹果盒中含有少量的有害物质 因此是不能吃的 一定要将果盒清除干净 去除果盒后 现在将苹果先切成薄一点的片 再切成苹果条 最后也改刀切成苹果丁 苹果丁的大小和生姜丁的大小 差不多就可以 切好后和生姜丁放在一起 装好后用勺子来回地多搅拌一会儿 使苹果丁和生姜丁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个这样的密封罐子 密封罐子提前用开水烫洗一下 进行消毒杀菌 咱们用到的罐子呢 最好是用玻璃罐子 然后把混合好的苹果生姜丁 装入到密封罐里面 完全装好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瓶酿造米醋 选择米醋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上面的字样 一定要写的是酿造的 而不是制造的 因为制造的米醋 很多都是人工勾兑出来的 然后把米醋倒入到密封罐里面 米醋的量刚好没过食材即可 最后把密封盖子盖上 盖的时候一定要盖紧 不要出现漏气的情况 盖好后放入冰箱 冷藏保存一个星期左右即可食用 经过一个星期的发酵 这样就形成了纯天然 无任何添加的苹果醋 相信平时爱梅和喜欢减肥的朋友 都知道苹果醋的作用 这样做出来的苹果醋 纯天然 无任何添加 比买的苹果醋还要好 食用起来也更加的放心 每次吃的时候 可以准备一个杯子 或者是一个小碗 连同醋汁取两到三勺放入到碗里面 然后可以在里面加入一勺的蜂蜜 蜂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减肥期间不妨加上一点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温水 一边搅拌一边加入 这里一定要加入温水 不要用热水 热水会破坏蜂蜜的营养 还有苹果醋的作用 搅拌至蜂蜜完全融化 就可以开始喝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能空腹饮用 一般翻后半小时饮用 效果最佳 晚上不可饮用 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喝 坚持喝上一个月 让你轻松回到90斤 大肚男和小粗腿 也悄悄的不见了 劫后需要快速减肥 瘦身的朋友 不妨试一下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帮助到了您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销售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家常美食的做法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